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 我们介绍F分配的几率密度函数 首先我们要介绍什么叫做F分配 F分配其实就是两个卡方分配 除以各自的自由度的比值 就造就了一个叫做F分配 那么我们F分配有很多其他的性质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同学都不知道什么叫做F分配 那么我们在这个单元 我们就来教各位同学怎么样去推导F分配的几率密度函数 F分配的几率密度函数 这看起来的话非常的恐怖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个上面是Gamma Function 底下也是Gamma Function 上面的话呢 这是New One New Two 这个本身来说这是各自的自由度 这个地方看起来的话呢 复杂的很 那么没有关系 我们把它推导出来 让各位同学看一下是怎么做的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欣赏一下这个过程 对于同学未来的这个学习上来说 虽然我们不见得会用到 但是我们会对它有更深的了解 现在我们来教各位同学怎么推演 现在我们来考虑两个独立的卡方分配 这个S跟T 我们把它写出来 因为它本身来说是一个独立的状况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了可以相成的 可以拉开来 拉开来以后 这是第一个卡方分配 各位同学可以翻开以前所教过的 这就是KiSquare的一个定义 这是第二个 为什么改成相成的呢 因为相成的看起来比较简单 最后没有关系 我们把它算出来联合几率密度函数之后 经过一个变数变换 再让其中一个变数 跑一圈 就变成了边际的状况 边际的就是一个单变数的函数了 那么我们的思考模式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整理 这个地方2的部分 跟后面的合在一起 没错 Gamma function不要动它 我们把它并排 好这个分之一 现在这边的S 这边的T 因为不一样 所以我们照写 最后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并在一起 因为它都是欧拉数 为底的一个指数函数 所以我们把它写出来了S加T 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做一个变数变换 让它变得比较简单一点 怎么做呢 我们另F 叫做S除以T 那么我们各自还是除以它的自由度 因为除完了以后 它会变得比较简单 再另一个W 叫做等于T 然后呢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将S T 转成 什么 F W 这样的做法 来我们看看这样的结果 现在我们要准备 要把S 整体换掉 从这个地方 来我们乘过去 这边除下来 我们发现 这样的结果 S是多少 这样子 乘出来以后 我们发现这里还有一个T 我们不要再有ST了 T的样子 T就是W 所以我们就直接 第一个算式 算出来了 F 是这样子 S是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 T继续留着 然后呢 我们在变数变换的时候 还要注意 一个Factor 叫做Jacobean 所以我们准备要去把这个 ST 这个FW 要去把它算出来 这个Jacobean 现在我们来算 这个Jacobean 因为 S是什么 来我们把它列出来 S跟T 我们都把它列出来之后 这样子来算 这个Jacobean 就会比较简单 F对S来偏尾 F来对S偏尾 左上角就变成这个 写下来 W对S来偏尾 我们发现 W对S偏尾的话呢 就变成了 这个乘上 W不见了 F对T偏尾 T跟F有没有关系啊 没关系 那就变0 这个是W对T来偏尾 W跟T刚刚好 就是相等 所以的话呢 偏尾了以后就变1 那么经过了一个行列式 我们算出来 就只有剩下这个算式了 这边就变0了 所以于是就变成了 New1除以New2乘上W 这个地方 我们放着准备备用 因为等一下 我们全部转换过了以后 这个地方要乘下去 这个Factor 那么现在回到了 G ST 将ST 转换成了 FW 好 现在我们要准备 把原来的函数 整体换成了 F跟W的表达方式 现在我们把它抄一遍 这是刚才我们做的 这个G的函数 ST 现在我们把这个S跟T 全部套进去 套进去之后 这就变成了H了 也仍然是双变数函数 请各位同学看 这个地方 造钞 这个地方没有动 没有动 动在哪里呢 动在这边 S S就直接用这个来套 套进去 这边造钞 T呢 T就换成了W 造写 E的话来说 这边S加T 我们不要怕麻烦 S加T 就造写就对了 那么别忘记了 还有一个 Jacobean的一个Factor R 好 现在我们用红色的部分 是提醒同学 现在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 做一个整理的工作了 怎么说呢 各位同学看 前面我们都是 没有动 都照钞 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 F 拉到外面去 拉到外面去 F拉到外面去 这个次方仍然留着 这边应该是 减1啊 这边减1 为什么这边没有了呢 是因为这边 一模一样的东西 这边有一个一次方 所以我们把它抵消掉了 这红色就不见了 那么W的话呢 是不是 仍然继续抄着 这地方 我们仍然没动 好 做到这个地方来 下一步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边际几率函数 我们想要留的是F 那么我们就让 这个W 整个积分跑一圈 W是由0 到无限大之间的变数 所以我们准备来一个积分了 现在我们先抄下去 刚才的那个内容 现在我们下一步 就是要准备积分 对W来积分 这边跟W无关的部分 我们通通都先丢到积分之外 这边无关 这边都无关的 没有问题 这边是F的 是不是也可以放到前面去 没有问题 那W的当然 这个地方不能动 还是保留着 这里有W的 我们继续留着 这边有W的 我们都用红色标起来 让各位同学知道 变数是不能够 离开这个积分之外的 但是数字是可以的 这边的话 跟它没有关系的话 可以把它丢到外面去 继续往下做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只留下了干净的W 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把它拉到外面去 但是四方仍然保留着 这个地方来说 这边还留着这个 没错 那后面这个也是保留着 这个地方来说 W放到外面 好 现在到这边来为止 以后 这个地方就看起来 比较简单一点了 那么我们心里要怎么想呢 其实我们心里的步骤是想的 我要把这个部分 把它改成γ方选 改成γ方选之后 我才能够把它画得比较简单 来 我们现在继续的整理一下 这个放到上面了 W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并起来了 并起来 这边1 这是什么呢 这让我们想到的是γ方选 γ方选的话 这个地方是负的一堆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要在变数变换 把这个变成简化 然后这个地方简化完了以后 提到前面去 好 我们现在这个整体来说 换成了另外一个变数 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这边照抄了以后 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现在我们要另用Y Y叫做负的整个 那么 W我们准备要把它替换掉 于是这个地方就放在分母 这边的话2Y 没有问题 就放在分母 W我们要把它换干净 那这边因为还有个DW 所以我们这边要在层上 两边一起为分 DW我们到时候也要一起换掉 那因为它是直接就变成了一个 一个数字乘上Y的 我们要这样看 这数字我们就写下去 就是刚好就是一个数字 好 那现在准备再把它替换到 这个积分里面 现在替换进去之后 前面积分的部分 我们通通不要理它 就是照抄 现在这个W 就把它换成了这个Y了 这个地方来说 那同学来看 是不是换成了Y 就会变成了 这个看起来好像更麻烦 其实不会 Y 那这个地方四方仍然是在上面 没有问题 再来E E的话呢 这边就变成了负Y 很干净的Y 那这个地方是我们的DW 那么我们仔细检视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它是对Y来积分的 所以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是不是都跟它没有关系 后来我们发现 这个是一次 这是减一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负一拿掉 然后又提到积分前面 好 我们换页 这一部分 负一的部分就没有了 然后可以把它提到前面去 我们把它提到前面去 这个地方变成了 这是什么 这是伽妈方选 只是这个伽妈方选的话呢 同学看看这是什么呢 来我们把伽妈方选的写法 写给各位同学 这样子同学的话呢 就可以有印象了 这个地方来说 这边是 好 我们用Y好了 Y的 这是α减一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的 负 Y DY 我们这样写的话呢 同学就清楚了 他这个地方来说 这个参数就是 α 就是二分之 Nu1加Nu2 那么这个地方 整体来说就变成了一个 伽妈方选的话呢 就可以脱离这个积分了 脱离了这个积分 各位同学的话呢 看整体来说 这边有2 2的次方 这边有一个2的次方 是不是可以对销 对销 然后我们整理一下 这边没有了 这就是我们的F的几率密度函数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列出来以后 再做最后的整理 这边放到底下 这1的话呢 就不要写了 这就是我们的话呢 最后整理出来的 那各位同学可以把这个资料 跟最前面的做一个比较 我们就推导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 F分配的几率密度函数 这个函数 整体来说 注意的是 它有两个自由度 那么我们画一个图形 给各位同学看 它是一个 右偏的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所有的这个F值 α值 都是从刚刚的那个函数 得来的 所以那个几率密度表 都是刚刚那个地方 那个函数算出来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写出来的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举个例子 例子是 new1等于1的情况 那么画出来这个图形 这边都改成1 仍然看起来非常的复杂 但是事实上来说 已经好很多了 因为这γ方选 虽然是 它都是积分的形式 但是它是算是一个高等函数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 直接套用 套到那个 Excel里面去 或者是 任何的数学软体 它都会帮我们算 这个单元的话呢 我们用到的什么呢 γ分配 那么γ分配 其实是蛮重要的 虽然我们从头到尾 都没有特别的去强调 γ分配 但是 卡方分配 指数分配 F分配 都有用到 那么我们这个计算 来说的话呢 是让各位同学 看一看 参考一下 我们要奠定一下 就是说 连续随机变数的 一种分配的基础 推导的过程 建议各位同学 不需要记 只是让同学 看一看 增加各位同学的 实力 请不吝点赞续随机变数的